没什么事,其实我都习惯了,在生活我也习惯了,我习惯了 就是家人们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之前嘛,然后大佬总是说条件不好啊,条件不好什么的 就是我感觉说条件不好,不好就不好呗,对不对,然后就再出生不好咱们就努力一点嘛,怎么样的 就是我感觉他为手为脚的,就是以前他不知道我身份的时候,他就很自信嘛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他家庭其实很复杂,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家人们,你知道吗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然后就是有一次嘛,然后他提到他,提到他妹妹 哎,其实我自己现在就是很能理解 他提到他妹妹,然后 就是说呢,就是我还能说,我说 他妹妹,为什么总是要他管啊 家人们不是说堂堂觉得说,哎,不想让大宝管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不是说他有个大妹妹结婚了吗 然后我就想,人家有老公,老公不管,天天让哥哥管,这是什么事啊 能理解,能理解堂堂吗,能理解咱们可以 就是我当时的心里真的,我就是这个感觉,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说,那你妹妹都结婚了嘛,有老公,有孩子嘛 你那孩子什么的,然后,是不是应该老公管,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大宝呢,就啥都管 他说他妹妹孩子什么,就是 呃,就是 特别喜欢他,因为 因为就是他妹妹的孩子 想要什么,然后他妹妹都不给他买 然后都是他买 所以说他两个妹妹的孩子 都特别喜欢他这个舅舅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两个妹妹的孩子 然后他上次回福建的时候 然后就 就一直哭 就一直哭 家人们,你们知道那两个孩子为什么哭吗 就我听了我很难受,你知道吗 就当时我是不理解的嘛 就是那两个孩子见到他就哭 然后就 别哭,没事了,没事了 就我觉得我自己听不对,你知道吗 但是 那两个孩子就哭 然后就说让舅舅给他买个床,你知道吗 就买个那种 上下床 然后我就不能理解 咱俩什么,我不能理解 就是我觉得 就是小孩就要一个床 然后他妈妈不给他买 然后 他要找大宝买,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他妈妈怎么这个样子啊 觉得那个我不理解,你知道吗 我确实不理解 我就觉得怎么,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就是他两个子女 然后就 见到他就哭 然后就 就说别人家 就是 他两个小孩大了嘛 要分开住嘛 就想要一个那种 上下铺嘛 然后我就问大宝 然后我说 我说那个床多少钱啊 他说 一千多块钱 我很吃惊,你知道吗 家人们 我真的很吃惊 其实可能我从小生活在密罐里啊 我理解不了 能理解堂堂扣个一 就是我当时我确实很不理解 我还很不开心,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就小孩就是要张床嘛 然后就是买个床都要找哥哥买 又不是说很贵的东西嘛 然后今天我就听大宝说这些嘛 我就很难过 我就觉得 我不是要该怎么讲 就是 但是大宝就是我 我不会说 我不会说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就觉得 你不好 或者说我会 不想跟你在一起 或怎么样呢 因为我听到的 就是我很心疼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宝很不容易 你知道吗 可能在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之前 我会觉得说 他们家里面就怎么 弟弟妹妹这么不懂事嘛 就这么多事啊 怎么样的 但是我听完之后 其实我非常非常能理解 我非常能够理解 大宝 家人们 我也希望 主播间的家人们 就能多给他一点理解 多给他一点包容 因为 大宝的原生家庭 可能没有那么好 他也没有说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环境 或者人去教他 或者什么的 所以他可能 不管说是为人处事啊 做生意啊 各方面 他确实可能 没办法做得特别好 但是我希望家人们 就多多包容 好不好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所有的一些 就是相处 可能就是我自己在 读完书以后 可能会相处一些 就是以前 爸妈妈就是 有这么多孩子 要去照顾 然后还得要干活 他们就是 也没有一些文化 也没有什么 什么教育啊 教养什么的 所以他们不会 教我这些 也没有时间去教我这些 他们也不懂 所以 有一些东西 就是都是我自己 可能在社会上 我写到了一点点 可能有东西 就是比如说社交啊 怎么跟人家 你跟家人们聊两句 然后我 我去那时候 教养们 我就是 是我怕我这样一说 就 nicht 就算太伤心了 所以我一直不想告诉唐唐这些事 也不想就是让他 我就是怕他父母会有什么看法 让他去太为难了 因为毕竟我这个家庭就有点复杂 就是而且而且我还得 现在还得照顾妹妹 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造成很大的一些 压力和负担吧 而且确实就是之前那么多黑粉 就是说一直在说我什么 不止我会难受 唐唐看到了他也很难受 其实那几天我从 我从就是我从唐唐给我的房子 那边搬出来以后 他自己也也生病了 也没去公司什么的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就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 面对他 然后也不知道 说到底我要不要跟他去 去一起去直播 因为我就怕 自己我有时候有情绪 就是有很多人在说我自己可能 可能我一路走来 都是靠自己的 我不想让别人说 我真的是 就是吃晚饭 然后靠唐唐上胃 所以我一出现 然后或者我自己一个人播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在说 然后给我自己造成 造成一些影响 也给唐唐造成一些影响 其实我跟 我养父母的时候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我现在的 就是我的亲生的父母是长什么样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 我跟我养父母的时候 其实我才几个月大 我当时才几个月大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就是 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 没有那个概念 我真的脑子 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但是我觉得 大宝你不去找找看 嗯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 嗯 我觉得我也不是太想找 因为我也不知道 怎么去 面对这个事情 我主要 我怕是这样子 我怕 我先问一下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应该去找我自己 啊 亲生的父母 应不应该 啊 觉得应该的扣个一 不应该的扣个二 我 我听 我听家人们意见一下 因为我觉得 我之前 我之前觉得我 就是 不想去找 应该的扣个一 不应该的扣个二 大家觉得应该 其实这个问题 是我很大的问题 我一直在 纠结 一直在 就是这个矛盾 很矛盾 对 应该去找 找 啊 亲生父母的扣个一 不应该的 找扣个二 可能很多家人 各有各的说法吧 但是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怕我 我养父养母 辛辛苦苦 把我 他们 很爱我 然后 把我养了这么大的 二十多人了 然后 我现在 这么大的 现在去找他们 那他们会 怎么想 他们 会很伤心的 知道吧 家人们 他们会非常伤心的 嗯 而且现在 嗯 全家就是都 指着我一个人 就是我父母 可能就 就 现在也 赚不了什么 米了 然后全部 都指着我一个人了 所以说我现在去找的话 我怕他们就是会很伤心 然后也 也会 失去动力了 所以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去 去找 起码 我得等妹妹 妹妹们啊 长大了 然后工作赚钱了 那个时候 再去考虑这个事情 你们觉得这样子对吗 我现在先不去找 然后等 等 等他们长大一点了 能赚钱了 然后 能 也 赚到钱 能 帮 帮忙 照顾一下 父母了 那我到时候 我再去考虑这个事情 家人们啊 我说 我说一句 不该说的话啊 就是 我不知道家人们有没有印象 就是 呃 就是呃 在那个大宝过生日的那天 然后我说 呃 那天 然后大宝的妈妈好像没有记得大宝的生日吗 然后他爸妈不是没有给大宝联系吗 有印象的家人们咱们扣个一好不好 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我非常不理解 就是我觉得作为孩子的一个生日啊 当然了就是生日也是妈妈的受难日啊 大宝也应该给妈妈打个电话 但是那天呢 大宝的就是现在所谓的养父养母吧 就是没有给大宝打一个电话 然后发一个信息 但是我当时觉得说 这个是大宝的一个家世啊 然后我 我也不好意思去问那么多 但是现在我可能我也就能理解了 对吧 然后我个人感觉说 呃 我说这句话相对来说 有一点点自私啊 就是我觉得 大宝就是 你也说了 现在就是因为 爸爸妈妈也有自己的孩子嘛 对吧 他也人家也有自己的孩子 然后你也说了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关爱 或者那么多的经历 放在你身上 然后 有没有可能 就是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试着去找一下啊 家人们 但是我说这话不一定合适啊 我想听听直播间里面的 家人们的意见啊 就是 就那天确实我是感觉说 爸爸妈妈怎么会忘了自己家孩子的生日啊 什么的 然后 所以 就是我觉得 万一 就是说咱们说万一 自己爸妈妈有什么苦衷呢 万一就是说 你的爸妈妈当时也不是那么想的 或者是说爸妈妈早就后悔了 是不是都有可能 所以是不是 要不要去找一下呢 当然我的想法不一定成熟啊 家人们 我的想法不一定成熟 只是我的感觉说 嗯 大宝 你怎么看 我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 不应该去找 第一个 我觉得我怕伤了我养父养母他们的心 因为 现在全家都只靠着我 可能有的家人们说啊 就是 妹妹已经长大了 是不是已经长那么大了 对不对 她而且她没有跟我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是一家人 虽然说她是长 他们是长大了 但是他们现在 就是过得 比较艰难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 去 去找我自己亲生的 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 我的父母 他们心里面 会不会受到创伤 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所以我 我现在 肯定是要顾及到他们的 所以我现在不会 考虑去 去找的 我尊重大宝的意见 家人们 我只是 给出一点我自己 可能作为旁观者的一个看法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 完全取决于大宝 你个人 就是你个人的一个想法 因为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过得很开心 然后你很喜欢这个家庭 那咱们就尊重大宝 好吧 然后如果他愿意去找的话 那我肯定也会竭尽全力 希望说陪他一起 然后完成他的这个想法 这个完全我觉得家人们 咱们要尊重大宝的一个观点 好不好 然后 我想说一句话吧 大宝 你不用 你不用担心的 就是说 我堂堂不会说 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 而选择 说 远离大宝 或者觉得大宝 就是 会不会拖累我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这个样子 家人们 我首先 我在直播间表这个态 我也不是做什么人设 也不是做什么秀 我堂堂说到做到 这是我的心里话 因为我从头到尾 看上的是大宝这个人 然后 所以说 我也不会说 因为大宝跟我说了这个话 而我就去建议 然后就不希望说 觉得说 是不是怎么样 我大宝如果 我堂堂如果是这样想的 那我就不会 从一开始 跟大宝接触这么久 这其一 第二就是 昨天 我有看到一点点 家人们的录品 大宝可能说了一点 但是我没有太听明白 然后前两天 因为 大宝过生日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搬出去 我给他租的那个房子 然后还有 他在直播间 可能被黑粉带节奏 然后说了一些 气话 就是什么说什么 哎呀 堂堂给我妈妈送的这个 项链 我妈妈 戴不起 我妈妈也不敢收 这么贵重的礼物 说实话 我前两天心里有点难受 所以说 我也没有怎么 李大宝 我想了很多 我就实话实说 给家人们说 没有给堂堂点关注 咱们点点关注 我实话实说 我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就觉得说 大宝你也别生气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堂堂挺 对大宝挺认真的 我做了 就大宝过生日这件事情 我前前后后也准备了一个月 然后包括 给大宝找的那个住处 然后里面的装修 床上用品 然后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些东西 我是真的很用心的在准备 然后结果他就 因为可能 我当时不理解 我就觉得黑粉的两句话 然后他就说搬走就搬走了 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就觉得大宝 是不是有点 不懂得珍惜啊 什么的 就我有 我有这种想法 家人某我实话实说 我当时会有一点 这种 然后呢 昨天晚上 我看了一点点 大宝的录屏 然后也没有看全 但是我昨天晚上 就突然想清楚了 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 大半夜睡不着觉 我就发了一个视频 然后因为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说 上岸先斩 一中人 家人们 其实我跟大宝 我们两个 确实 不管是家庭条件 背景什么的 相差甚远 我承认 我觉得我们俩 确实是 相差甚远 然后 就是 但是 有句话叫 上岸先斩 一中人 这句话 在我脑子里面 这两天一直过 一直过 就是如果我堂堂 想走更高的一个台阶 想上更高的一个台阶 我应该不要沉寂 在这种小情小爱里面 家人们这些道理懂不懂 你们觉得堂堂难道不懂吗 堂堂懂 堂堂真的都懂 我这些想法 我也都想过 但是 我昨天就打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家人们 有没有看到 我说 上岸 我想带着大宝 一起上岸 我不想说 去 我不想去 为了让自己上岸 而 离开大宝 我希望 如果要上岸 我要带着大宝一起 支持了家人们 打一波支持 我不知道家人们 看到没有 我那个视频的意思 我不相信 上岸就要展翼中人 为什么一个人 想要走到更高的高度 一定要借助 另外一半的力量 或者是说 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相信我堂堂会成功 会走到更高的高度 同时也不是靠 去斩掉我跟大宝的这段感情 而走到更高的高度 这样我会后悔终身 我觉得一个人连自己的感情 都不能忠于 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所以不管结果 反正我说这句话就是 如果要上岸 我想带着大宝 一起 不说了 今天晚上心情很沉重 家人们 开心 今天过节 今天过节 然后这个事情 确实让我也挺难受的 家人们 然后我跟大宝 我们下播也好好地聊一聊 什么的 然后明天再给大家直播吧 好吧 家人们没有给堂堂点关注 咱们赶快点点关注 因为我的大号 这几天却是先留了 所以说 我这几天可能会用这个号来开播 然后 明天 我跟大宝聊一聊 然后明天再跟家人们 具体说 好不好 感谢家人们支持 咱们多多理解 大宝 好不好 你们可以说堂堂怎么样 因为大宝来 确实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 我希望家人们 多给他一点机会 不行 家人们不能说堂堂 她是我的小公主 家人们 可以说 说我怎么样 不能说堂堂 因为我确实就是 就是 各方面有的是 做得不好 但是我会 家人们就不要去说堂堂 然后也祝家人们端午节快乐 我们就早点下播了 家人们赶快点点关注 咱们明天见 好不好 没关注的 点一下上面的关注 今天搞得大过节 搞得心里面有一点点 不太舒服 没事 那家人们晚安了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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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